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的身份证 公开出示身份证和护照 证明自己是驾杠台湾狼 传出被民众党纳入不分区立委名单的 中沛徐春英终于现身 我真的是何德何能惊动到副总统 点名我是共产党员 他有证据吗 我也从来没有加入过共产党 我连共青团都没有加入过 如果查到我在大陆是共产党员 我愿意中华民国注销我的台湾身份 驱助出境 怒斥民进党刻意抹红 更呛陆委会主委邱泰山 日前说中沛参选公职 得放弃中国国籍 是故意打压 两岸存在国与国的关系吗 你这里承认对岸吗 对岸也没有承认你 请邱泰山主委教我们 我们要怎么回去放弃对岸的国籍 一边是娘家一边是国家 但徐春意一开始根本没想从政 他们找我要成立新著名委员会 然后说要这个委员会的主委 未来有可能就是这个候选人 我当时就拒绝了 我说我不要 为姐妹们服务的心不会变 所以我不会拒绝 不放弃台湾公民的被选举权 也会谨遵党主席的要求 客户有说如果你真的是选项的部分去 我会让你去外交国防委会 我遵守 如果我今天是民众党的部分去立委 我一定遵守党主席的决定 而整场记者会 客办发言人陈志涵低调坐台下盯场 数人给他丢到鲨鱼镇里面 我那个不小心就给他们踢这路牌 所以有时候去帮忙看一看 徐春英争议延烧多日 当事人和民众党都不再坐以待兵 也会成为对待兵主席